她是习汉唯一有封号的皇后,许平君 她的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许平君的父亲叫许广汉 年轻的时候是昌夜哀亡的侍从官 但因为粗心搞错了马鞍 被执法者认为是盗窃 许广汉就遭受了攻刑 从此之后做了一个宦官 后来又因上官家谋反 许广汉搜捕不利被拔 去叶优廷当着小官 叶优廷关押的大部分都是最神的后代 汉宣帝刘碧仪就在这里长大 好在夜庭令张鹤受过刘宾仪祖父的恩惠 所以对刘宾仪十分照顾 还想把孙女嫁给刘宾仪 但自己的儿子死活不同意 张鹤只能无奈作罢 此时的许平君还在准备出嫁 许平君原本就有婚约在身 只是还没等嫁过去 对方就过世了 这时有占卜者说 许平君是大富大贵的秘书 这让许平君的母亲十分高兴 觉得自己的女儿要嫁贵人 看不上刘宾仪的条件 但许广汉在醉酒后 与张鹤交流 张鹤跟他说嫁给刘宾仪的好处 酒精上腾对许广汉就帮女儿答应了 这让许平君的母亲十分生气 大骂了一顿许广汉 事已至此 许平君只好嫁给刘宾仪